大家好,我是Dedai 今天是给大家讲 包包的故事 故事开始 眼睛妹就来到画展参观 她对这摄影师所拍的作品很欣赏 她慢慢的陶醉在当中 长发妹问她要买回家吗 眼睛妹说不要 但是想见见摄影师本人 长发妹说 摄影师外出拍摄不在画展 眼睛妹只好回去 上楼时装到摄影师 摄影师捡起她爹的照片 是我的作品 现你来观展 眼睛妹匆匆忙忙的离开 摄影师拍了她一张照片 眼睛妹的妈妈是植物人 看着她以前的照片和现在相比 真的老了不少 有人邀请摄影师去拍摄 费用还挺不错的 摄影师很高兴咯 终于有人看上她的作品了 某天她耐心等候着委托人 请她去拍摄的 居然是眼睛妹 她问眼睛妹 为什么要拍黑白胶卷 眼睛妹一直不和她讲话 他们来到幻山野岭的地方 那里有个木屋 眼睛妹终于开口说话 要和她约发两张 第一不要问我问题 第二拍好的胶卷请给我 谢谢合作 讲完后就立刻付钱 在准备拍摄时 眼睛妹居然脱下裤子 她叫摄影师拍她的包包 What the 摄影师百思不得其解 这是她未曾拍过的东西 她无从下手 眼睛妹说 我很欣赏你的作品 你的作品总给人一种忧郁 和哀伤的感觉 我希望你能拍出那样的效果 摄影师有了想法 开始叫她如何摆放姿势拍摄 拍完了 她把胶卷给了眼睛妹 眼睛妹没送她回家 而是叫她自己搭巴士回去 摄影师对眼睛妹感了兴趣 那么奇怪的人 确实没见过 哪里 长发妹居然是摄影师的女朋友 喝了几杯红酒 就开始和她做 一个月后 长发妹就告诉摄影师 她怀孕了 Garina Toto不见我中 这个一射就拿耶 没办法 只好接受 眼睛妹又找了摄影师帮忙拍摄 这次摄影师说 我知道要怎样拍了 别急 我们慢慢来 摄影师从早上拍到晚上 看 爆爆 都看到她精疲力尽 摄影师偷偷的跟她回家 直到她住在山渡 某天摄影师打电话找她 在哪里哪里见面 摄影师希望她能把之前所拍的照片通通都给她 那么伟大的作品 她想拿去放在画展 眼睛妹觉得她疯了 想要逃 眼睛妹你去哪里 回来呀 忽然她扑盖弄伤膝盖 摄影师帮她包扎直学 她再也没有逼眼睛妹交出照片 她再次去找眼睛妹 她要求眼睛妹借她的爆爆给她拍摄 她有了很好的拍摄方法 眼睛妹答应了她的要求 拍摄当天 她带了长发妹来拍摄 长发妹也不介意摄影师拍摄爆爆 What the 她不想打扰拍摄 所以就一个人出来散步 这天她们来到户外拍摄 眼睛妹很配合没有价值 爆爆 任由摄影师去摆布 然后再回去家里拍摄最后几张 摄影师真的很累 摄影师要把照片洗出来 眼睛妹说她能帮的只能到这里 她要离开日本去马来西亚生活了 所以照片你想拿去怎样就怎样 不用来问我 长发妹最后把孩子生了出来 摄影师最后没有把照片放在画展 作品虽然很伟大 但是毕竟是人家的包包 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拿出来让人家观赏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包包 我没有什么知识 罐头包 就知道哪一个好吃 好了今天的故事到此为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